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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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希慈研究學會 我是阿絲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歌 就是很多人點的《盡力呼吸》 這首歌是Viu電視劇 身後事務所的主題曲 由岑寧儀主唱 周耀輝填詞 歌詞流露出人在臨死邊緣的掙扎 對人生的不捨和無奈 但亦會有用力求傳的意志 音樂是交替於沉重和激昂的氣氛之間 歌詞一時很絕望 一時很正向 正正交代了人臨死前的心情糾結 坦白說要解這首詞 真是不容易 特別是周耀輝先生的詞 我覺得比席爺的詞更需要用心意回 多於以字面解釋 所以今天我會和大家分享我所意會的事 開始分析之前 亦想呼籲喜歡電影和廣東歌的你 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就可以最快收到我們的身邊通知 好,我們開始了 我願求 時間也許如風 記憶如沙 半生如今 我希望時間就像風一樣 轉眼就過了 即是我想時間過得快一點 而我的記憶就像沙一樣 瞬間就會流走了 即是我可以亡卻前層的回憶 我的半生就在這裏結束了 這段主歌就是表現出 臨死前的一種絕望感覺 彷彿既是無奈 同時有很麻木的態度 但誰在心頭 期待我能好好到盡頭 好好感受 誰在這個位置就是一個人 在我心目中的 即是一個很重要的人 他希望我可以好好感受生命 去到最後的那一刻 來到富哥了 情緒就開始變得很激昂了 正正是歌者對生存的第一下呼喊 盡力呼吸 在望清之後 亦呼吸 在認出之後 亦呼吸 要盡力去吸好每一口氣 即是要盡全力去生存 望清和認出 本身是互相對應的 望清即是說肉眼看得見的意思 但認出是有認知 知道的意思 概念就像上一次我引用 Sound of Silence一樣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的概念是一樣的 在這裏的意思就是 無論你已經看清楚的現實 還是認知了現實是殘酷的了 你都要盡力去呼吸 重視最後 背影越來越瘦 就算去到人生的盡頭 軀體化成了幻影 就是身影越來越瘦的意思了 並未消失 再離開之後便哭泣 再留下之後便別焦急 當我們還未消失之前 即是說現在我還在很切實地生存著 即是說等我死後 你們才痛哭 現在還未是傷心的時候 留下之後 即是說如果這次我死不去的話 以後的人生就要學會盲末 就不要再焦急了 在我身後是宇宙 是以後 身後除了是說身軀之後 也有死後的意思 在我死後之後 人生是有著輪迴 就好像有著無限可能性的宇宙一樣 有無盡的以後 完了這段心情激昂的副歌之後 又回到沉屈的主歌 可以荒謬 時間瞬間停止 醉生夢死 瞬間如一 人生便可以如此荒謬 無論經過多少醉生夢死 時間來到 人生便會瞬間停止 如一在這裏也有歸一的意思 但誰在心頭 期待我能好好到盡頭 揮揮我手 和上一段的主歌一樣 有一個人就在我心裏 希望在我死之前 即是和我揮手告別之前 我都能好好活到盡頭 相信也是因為這個人 所以令我再次由沉重的主歌 叛省過來 來到歌曲的第二次呼喊 即是第二段的副歌 這段副歌 就是重複了上一段副歌的歌詞 然後接著來到第三段副歌 我個人認為這段是最難解的部分 沒什麼依舊 桃花依舊 這裏就有桃花 所以我覺得這段是關於愛情的 沒有東西依舊不會變的 因為桃花是說愛情 所以這句是說愛情都是一樣 都是會變的 在呼吸 時望不清益或時應不出 愛恨過後 那些仍然未有 就這樣看字面是完全不會明白它說什麼的 我的理解就是 就算世界萬物會變 仍然是要在呼吸 仍然是要盡力呼吸 即使你看不清楚 或者認知不到 在愛情裏面 我愛過、幸過之後 還會不會有轉機呢? 那這裏就談到歌詞對愛情的執著了 我曾經在愛情腦上深深地受過情傷 我曾經都會執著 除了愛恨之外 我們還會不會有轉機 可以再一次在一起呢? 但如今我要放下了 就算我和你愛恨以外有沒有轉機也好 我都要好好呼吸 活好我餘下的日子 所以我覺得這裏是有放下前層 情愛恩怨的意思 然後就來到第四段的副歌 繼續都是激昂的部分 也是最難解的部分 沒什麼保佑 自己守候 活三生 是離不開 抑或是留不低 在我身後是宇宙 是以後 沒有人和神是會保佑你的 你要靠的就是自己的信念去守候自己 三生就是前世 今生和來世 我的理解就是輪迴的 如果用剛剛解過那段副歌的巨型去解這段的話 可以解到的就是 就算沒有人去保佑你 你的人生本來就是注定互三生 所以就算你是離不開還是留不低 離不開和留不低的意思都是一樣 都是沒有自主權的 即是無論你自己想留下還是離開都好 人生本來就是避不開輪迴的過程 我們都沒有權去選擇生死 但正正因為這樣 在我身後就會是宇宙 就是以後 因為有輪迴 所以人生才是無盡的 所以就算人有多想離開或留下都沒有用 因為人是活三生的 不到你去決定往生的去向 來到結尾段 經歷過以上一段段較正面的激昂部分之後 歌者的心情就回復平靜了 再一次沉直起來 我覺得都挺合理的 人心亂如麻的時候 絲水就是會又起又跌的 我懇求 時間也許如風 記憶如沙 半生如今 再一次重複了第一段主歌的頭兩句 然後最後那兩句就改成了 但誰在心頭 期待我還可以過後還會有 如初秋 重點來了 前兩段的主歌 誰這個字都是講一個對我很重要的人 他算是在鼓勵我 所以我才會叫自己盡力呼吸好好生存 但最後這段出現的誰 我覺得是講誰人 哪有人的意思 是我對自己的一個反問 但誰在心頭 即是說但是究竟有沒有人 期待我過後 即是死後 還會有如初秋的美好未來呢 意思就是講我身邊的人 都只不過是著眼我今生死前的人生 但根本沒有人想過 人生本來就是無限的 我今生過後還會有來世的 但我身邊的人都只會在鼓勵我盡力呼吸 為何從來都沒有人去祝福我 有一個更好的來世呢 我覺得這個位置就是想說 人對生死實在看得太膚淺了 將這一生看得太重了 歌謝就是因為他明白了人生是無限的 所以在這首歌的最後 他反問他身邊的人 你們這麼想我可以好好活到盡頭 這樣你們知不知道人生的盡頭究竟在哪呢 我是不是應該更加去期盼 下一世有一個更好的開始 有一個如初秋的美景呢 雖然每一段的主歌 都是歌者的一種很心灰意難的態度 但純離而唱這段結尾段的時候 是輕輕唱出一種雖然還是很灰 但好像有些看通了 豁然開朗的心情 音樂慢慢地平靜下來 亦略帶雨過天清的感覺 所以都可以看到整份詞 都有著歌者的整個心情變化 純離而是唱出一種 好像在水裏就快不能呼吸 但仍然想用力去游上水面 去吸一口氣的感覺 我見過網上有些人 在評這首歌的時候 就這樣說過 如果人生活到盡頭 都是空無一脈 究竟人活著的意義是什麼呢 其實人活著的意義 就是靠自己去富裕 就是要用力去活著和去體會 因為人生的意義 就是來自於體會和感受 記得之前看過岑靈儀的訪問 她說她的歌不是自在去治癒人心的 而只不過是在這裡 換成一些沉澱了在人心目中的意念 一些其實我們心裡知道的道理 但是遺忘了或者否定了的概念 希望大家都可以藉著一首盡力呼吸 找回一些沉澱了的覺醒 讓自己活得更加徹底和赤裸 利生其實這次分析都是單純我的感覺 相信大家對盡力呼吸 應該也會有很多不同的解讀 大家記得在影片下面告訴我 今天這條影片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